普京在参加二十国集团领导人峰会 这个视频峰会 印度总理莫迪召开这场领导人视频峰会 然后领导人讲话的时候 都表示对俄罗斯在乌特别军事行动 感到震惊 持续感到震惊 普京给的回应是 当然军事行动总是一场悲剧 他提醒与会各国领导人 应该考虑如何阻止这场悲剧 这个意味也非常明显了 就是普京想停下 按照普京说法是 莫斯科从未拒绝就结束冲突问题 与基辅谈判 但基辅政权单方面宣布退出谈判进程 不仅如此 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法令 仅止当局以任何形式与俄罗斯和谈 显然俄罗斯现在愿意与乌克兰谈 包括他幕后之惹谈 要尽早的结束这个冲突 当然在和谈问题上 俄罗斯也有自己的前提条件 俄罗斯外交部 这个已经明确说 莫斯科绝不接受任何基辅政权存在了 目前克里姆尼公没有看到任何 能与泽连斯基政权共存的选项 如果西方接受 没法接受俄方这个核单条件 那么也没关系 他说俄罗斯可以抵御北约军人力量 直到乌克兰完全去军人化为止 八亿冲突让普京有所收获 美国几乎所有精力都投向了中东 乌克兰自然就被西方遗忘了 现在乌克兰局势对俄罗斯是非常有力的 普京二十国峰会表态 很大承担是向参会的西方国家 正要伸出了和谈的甘烂志 目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国防委员会 秘书丹尼洛夫说 一些西方合作伙伴正在不断提及 是否需要通过与莫斯科进行 谈判的方式来实现停火 让基辅感到很担忧 泽连斯基其实现在最担忧 因为基辅政权 俄罗斯是已明确说了 没法实现跟基辅现在政权的共存 那如果西方要谈 首要任务就换基辅 对吧 换泽连斯基 泽连斯基日前已经罕见的 对军方领导人发出警告了 要求他们不要卷入政治了 如果指挥战争的头脑想着从政 那么他就是一个政客而非军了 说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 泽连斯基警告乌军高层 不要有政治野心 这很不寻常 泽连斯基指的应该就是扎路日内 当下的西方舆论普遍认为 西方有可能会让扎路日内 接替泽连斯基成为乌克兰总统 这个乌克兰内部 政治斗争非常复杂 如果泽连斯基军方再交恶 那么矛盾激化 乌克兰发生军事政变的可能性是非常大 咱们回到战场 其实一切都必须要在战场给压力的 卢双方在顿涅斯克的阿弗的伊尔卡 攻防战还在继续 俄军的伤亡人数不断上升 俄军东方突击群 耐心已经被消耗殆尽了 俄军最高指挥层为了赶在冰冻期之前 拿下阿弗的伊尔卡 不得不加大进攻力 将所有可用军事资源 一口气全部送上 意图就快刀斩乱麻 一次性错误物军 守物军的意志 从最新的视频看 发动了极数炸弹攻击 十几公里外 你都能看到密密麻麻的炸弹 俄军首次公布了视频 展示在阿弗的伊尔卡战场 大批量使用极数炸弹场景 这就是地狱 什么是地狱 乌克兰就是地狱 俄空天军远程炮兵 对躲藏在永久攻势和地下暗保里的 乌军实施空前的火力投射行动 现在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那纯牌就是拍出左手级别的 这个才是真正的毁灭性 俄军在阿弗的伊尔卡周边防御设施和阵地上 大批量的投放极数炸弹 乌军阵地 爆炸声是此起彼伏 由这个极数弹药引爆的爆炸 持续了近半分钟 地面火光不断 这个场景呢 有人说叫死亡之花 和那个燃烧弹 夜间俄军就投人了 其实就是带你去看流行语嘛 咱们说俄军对乌军阵地发动的极数弹药袭击 毫无疑问就是对乌军有生力量的重大杀伤 打仗这种程度啊 其实就杀人了 说白了 这已经是没有任何办法 就是拿钝刀子往肉上噶 也得给我噶开 阿弗迪欧卡城郊乌军基层部队 几乎是已经失去所有重装备了 加固眼底地下暗宝 也已经多次在这种攻击中受损严重 如此高强度高频次大范围的极数炸弹攻击 暴露在阵地外的这乌军几乎没有生存可能性了 所以近期俄军加大对阿弗迪欧卡城内重要建筑物 包括防御设施的轰炸 坚守阵地乌军第110国土防卫旅 第53机化步兵旅 伤亡人数是激增数倍 但不管怎么说啊 这两个部队 我觉得还是纯爷们 咱们说就这种攻击啊 一般国家是扛不住的 早尿了 就搁什么台湾什么的 日军韩国军队早尿了 城内已经是弹尽两绝 据说他们也已经有部分人丧失抵抗意志了 两个月基站阿弗迪欧卡攻防战 实际上就是角肉机了 而且这种角肉机就拿盾刀子在杀人 这是非常残忍的 俄乌双方在阿弗迪欧卡战线投了大量兵力 其中俄军是26个旅 团级单位 那么乌军投12个旅级单位 总体上看呢 双方战场损失其实都不小 就即使俄军已经包围三面包围阿弗迪欧卡 但是乌军高层依旧是要让向城内增援 试图守住这个城 那就造成了双方围绕啊 几个本不大的村镇啊 开始拉锯多轮的残酷攻防战 所以这个不亚于当年这个巴哈木特啊 说随着啊 越出俄军占领城北部的这个扎堵山高地 城南部的啊 一个高地 进攻啊 推进是越来越顺利 乌军高层实际上已经准备契程撤退 说是当前啊 已经不再投入新兵 坚守阿弗迪欧卡 而且呢 还没有进入阿弗迪欧卡战场的预备队 也已经撤到其他战线了 那乌军撤也不是顺利能撤走的 有多支乌军进入部队 在阿弗迪欧卡周边战场 被俄军拖住无法动的 包括乌军进入的47击化步兵旅 53击化步兵旅 这些部队还有包括这个俄司 一些这个 支援军 俄罗斯的支援军 北军就是乌军 乌国土防卫旅 有超10支城建制旅籍部队 在这个城周边 和俄军发生交火 11月24号前后 阿弗迪欧卡西北方向 俄军前行攻势 右部前锋 已经进入四街波围 据点以东地区 这就意味着 乌军的后勤补给通道即将被切断 俄军和乌军 补给通道附近展开了激烈的向战 乌军使用为数不多的美制M2A2布拉德利步兵战车 向俄军阵地发动快速冲锋 这些装甲车在炮火掩护下 乌军步兵在这个区域控制一小块前阵地 成功遏制住了俄军进攻 遭受重大人员损失的俄军 没有进行还击 而是有序撤出战场 退到铁路线以东 等待炮火之源 这种结果主要是因为 俄军前面的作战区域 已经被乌军埋了大量的地雷 也就是俄军不敢轻易的反突击 和俄军埋射反坦的地雷不同 就是乌军不光是埋反坦的地雷 还埋了不少反人员地雷 所以阿弗迪奥卡周边去进攻的俄军 是不但需要担心头上有自杀儒文机 俯冲 还要担心脚下有乌军地雷 一个俄军的士兵在己方 一辆BTR80装甲车附近检查车况 突然触发了一枚地雷 瞬间就爆炸了 这个士兵就被炸碎了 那个视频显示就是 这个人整个身体四散 随后乌军无人机就靠近俄军目标 对着这个BTR80装甲车投了一枚榴弹 然后爆炸让轮式装甲车迅速起火燃烧 这就是现场的真实战场 事上俄军在面对乌军针对单兵和装甲车偷袭时候 现在也没什么办法 对乌军阵地直接省极数炸弹 也就是最后的办法 那就是全部杀光 而且此前实际就是最后一招了 就是放大招嘛 他们想这个玩戏就是放大招 就是这个啊 极数炸弹就是最后大招 他也没有什么变办法啊 就全部杀光 此前俄乌双方频繁在战场使用极数炸弹 尤其是乌方 美国向乌克兰援助了新的极数炸弹 乌军多次使用打击俄军目标 不过使用极数弹药的问题呢 俄军啊 也是一样的 以牙还牙 尤其是俄军极数炸弹 有一个缺陷啊 就是极数弹药故障率太高了 就发射极数弹药以后 一些子弹药不一定会在第一时间爆 也就是说俄军的弹药才是最危险的 那这个时候整个乌克兰战场 可以想象多危险啊 据统计俄军投放极数弹药的成功率 只有不到60% 换句话说 有一小半还没爆 啊 所以那个 敦涅斯克 阿弗迪亚卡这个区域就不能啊 不能有任何的 这个 居民啊 在这个地区生活了 这意味着剩下这些卫包弹啊 要么就埋在啊 地下深腾啊 随时可能未来几十年几百年 是吧 出来 也有可能造成这个不定时的对人员攻击啊 就即使极数弹药使用时间过长 很长一段时间 任何人啊 要防范喂爆弹 这种风险 那都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加小 任何这个 如今乌克兰战场 阵地就被大量投放这种极数弹药啊 就不管是俄方还是乌方 可以想象这个战场就绝不能有任何人存在了啊 不适合啊 未来的生活了啊 这个之后可能还要继续杀伤人员啊 不但会乌军造成战斗检验 而且重要的是乌军基层士兵啊 你想想 这种环境下 时不时都可能踩到弹啊 或者时不时都可能被炸啊 被杀 这个生存环境啊 乌军的士兵的这种心理压力啊 所以现在看普京啊 我觉得再再给这个乌克兰的泽连斯基啊 再啊 再给他施压 泽连斯基现在是真的是没有任何好的办法 随时可能被人换 这种心啊 心理 我觉得非常非常压抑啊 泽连斯基可能啊 现在是世界上最最最压抑的人啊 鳗仙 码 鱼